我叫吕之敏 一个自信 婆婆 狐狸的东北女汉子 江湖人称敏哥 叫一点都不浪得虚名哦 夏天宿舍进入的各种昆虫 把室友下得不知所措时 我分分钟就能把它们解决掉 我还有一个标签叫学霸 其实打心眼里我是拒绝的 不过考前给大家进行各种辅导倒是真的 我敢于尝试不同的挑战 比如今天 对你莫属 我来了 吕之敏 女22岁辽宁人 大连民族大学本科财务管理专业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吕之敏 来自大连民族大学财务管理专业 是2017年本科应届毕业生 大学期间我连续三年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及校优秀三好学生容易充号 并于今年被评为大连市优秀毕业生 尽管我没有实习经历 但是我的大学生活也不缺乏色彩 我转过专业 考过研 做过新生代班 当过辅导老师 做过学生干部 也做过志愿者 卖过纹身贴 一路走来有成功 有失败 有欢笑 也有遗憾 今天我勇敢地站在了 菲尼的舞台上 来迈出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我的求职意向是有关财务管理 或会计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很高兴见到你本人 见到我本人有啥高兴 因为我非常喜欢您 你喜欢我 你没男朋友啊 没有 这话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没有 喜欢您的为人 还有您说话的直爽 这 这 她的个人经历当中 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 她大一的时候呢 为同学补课 是吧 补数学 她帮别人补 结果别人考得比她好 她自个儿考了个66分 对 为什么这么具备奉献精神 没有 就是因为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因为很多同学就是上课不听讲 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然后就给大家组织一起复习 你是义务的吗 是义务 是你自己发起来 是老师授予你的 我们学院都有这个风格当时 就是自发的 相当于传统 帮助大家补课 对 大家的效果还不错 不错 七八十分吧的 然后我就是有点遗憾 那最后这卷子发下来之后 你66分那是什么感觉的 就是没有发下来 知道成绩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刚好放假回家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火车站 整个火车站都没有人 就我自己一个人 当知道这个成绩的时候 我真的很有落差 但是也就这样了 有没有后悔自己帮别人补课 那倒没有啊 没有 大家都过了才好呀 他是个特别认真的人 看他的招聘上面 你看这个证书上面 密密麻麻写得非常公正 对 我自己想说特别喜欢 特别的公正啊 对 特别公正 而且他为了考研 把头发给绞了 对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长发 就是有点太爱事了 你绞成他那样不挺好吗 那个太短了吧 戏发明智嘛 我是个女生 我已经剪得非常短了当时 为什么一定要把头发剪掉干什么 就是算是一种 那种仪式感 对 想要坚持下去 你脚过啊 我有啊 你脚头发是为什么 就是当我想要 彻底地改变自己近期的一个状态 你什么时候要特别改变自己 我经常会啊 我这次剪短头发 就是要改变自己啊 难道是因为受伤了 有时候会受伤啊 那有个问题 受了什么伤啊 八卦 对于剪头发的这件事情 梁静老板他就说 那个重新开始一件事情 这是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表示一定的决心和信念 放弃一切东西 然后全身心去投入到一件事 考上了吗 没有 那摆脚了 那也不摆脚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收获了很多东西的 那还考吗 不打算考了 我以为你多有决心 都脚了头发了 你不考了 因为我怎么 就是考研还有找工作 最终的目标都是一个 然后我认为我在工作中 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我的这个目标 这上面写啊 虽然他没有男朋友 但是他玩得好的 都成了他的哥们 对 所以你身边的男性朋友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 但是就是关系特别好的 全都是哥们 那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这上面写你的销售成绩不错嘛 对 是不是跟你的好人缘有关系呢 我因为比较爱和别人 就是聊天 因为之前做的这段 兼职经历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游乐场 大家进去玩 然后就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多 在销售文身帖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一起聊 然后聊起来之后 就可以多卖出点东西 所以说你的销售更多的是 以亲和力检查 对 有没有销售技巧 销售技巧倒没有 因为我也 没有受过培训 对 我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也只是一个兼职嘛 你不想做销售是吧 我只想做跟财务或会计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来 这个一页就是 我除了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外 然后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所考取的会计资格证书 然后还去参加了学校的证券投资工作室 了解了相关的股票的知识 自己主动去学习ERP沙盘模拟的经营过程 这个就是我的课余生活 参加过一些实践活动和组织过一些活动 其中非常值得提的就是那个徒步大会 当天是和我的小伙伴 用了四个多小时的时间 走了二十五公里的路程 就是经过这些经历 然后锻炼了我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方面的能力 也锻炼了我的坚毅的品格 就这些谢谢大家 一个很有爱心的事 我问你个问题 我觉得你的专业知识那些都很棒 我问你个问题 就假设一个场景 你今天应聘成功了 进入到了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的老板呢 也很重用你 也很信任你 但是他告诉你 因为现在的 假如说他的抱怨 他说税负太重 生存不易 希望你能配合他 做一些 比如说可以两套账的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你会这么处理老板的这个要求 两套账 首先国家的会计制度是严厉禁止这个行为的 然后我会极力地说服老板 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规则制度去做事情 然后公司什么时期都会遇到这种困难 然后停一停总会过去的 我觉得你的回答非常好 谢谢 因为我们 你们公司有几本账 我们公司自始至终就是一套 因为曾经很多个会计学院都有提词不做假账 我相信这也是 就是说会计师或者做财务专业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 我们也是非常认同你的这个选择 你答出这个回答 我们可以给你一百分满分 谢谢中总 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中 专研一些会计还有财务的各种的详细的知识 做到在满足国家规定的税收要求的情况下 为企业合理地考虑合理地避税 这个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要求 好的 谢谢 这个我特别同意这个中总的这个说法 因为一个企业就是 其实早期的时候可能是赚钱 可能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让公司值钱 那如果说你的公司要从赚钱 达到这个值钱的这个地步 那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财务正规 我认为当然是一定要遵守那个会计职业道德的 在那个规则之上 为企业谋取一定的利益 我认为我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 做这个行业一定要有操守和良好的价值观 今天你应聘的只是与财务相关的是吧 对 别的不考虑 别的不考虑 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偏向于公司财务投资融资方向的 其实会计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业了吗现在 今年毕业 七月份毕业 那也就是说你还只能实习 对 因为你没有毕业证 对 但是我想找一份稳定的一个工作 然后能够有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钱一天 希望是200家 有地域限制没有 最好是北京或者是南京 下一个就是上海 如果薪资待遇还可以的话 我选择会去 反正你没男朋友去哪都行 可是我是自己一个人 我有点 刚刚步入职场 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有点害怕 你就找一个可靠点的老板 你觉得这谁最可靠 首先 各位老板肯定都是很可靠的 谁更可靠 其实我看了这么多期非你莫属的节目 刚开始的时候 看张启明老总就是感觉坏坏的那种 坏坏 他就是坏坏 然后看过几期之后 我挺喜欢这个老板 那种感觉 对 就有所改良 对 那你觉得他为人正派 还是我呢 您可能就是嘴上正派 然后心里也正派 他是嘴上不正派 心里正派 这很聪明 这话说的还聪明 张启明从来没得过这么高的形象 就是说有些人是真正经 有些人是假正经 是吧 有些人是真不正经 有些人是假不正经 他是属于假不正经的 表面上嘴上不正经 心里挺正经 对 我是内外都正经 对 你看这话说得多好 其实我这个挺 就得被里面搞得我不正经 你看看啊 这一样是坑啊 人家答得多好 对啊 他看上去像傻白甜 但其实他这话 两边都高兴 知敏的这个反应 比很多来硬批销售的还好 对 这特别好 来 各位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看看你会不会爆灯哦 真是这么好的女孩 你又灭灯神经吧你 他人要多了 刚刚那个人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他在家已经买了 来 来 说说你们也登的理由吧 他目标非常清晰啊 财务 你那不知道财务啊 我目前不知道财务 而且我认为他确实应该到一个相对 就是财务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他实习嘛 是想涉及到更多 我们财务很简单 好吧 天上我有财 职场色评题 你是公司的业务骨干兼门面担当 业绩口碑90%都靠你 老板看好你 但同事都觉得你没真本事 于是总是想各种办法抽你的柴 烧别人的锅 与此同时 大把公司高兴请你过去 你跳不跳槽 为什么 我选择不跳槽 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这个公司老板是看好我的 然后我认为这样就会有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方向 有这个空间 然后同事对我这种误解 我认为我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证明 然后去说服他们 我有看法 但不是说要跳槽 我其实觉得说 其实同 老板看中你 其实声明说你的业绩能力 或者说你的实际的业务能力比较强 但是同事觉得你没有真本事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说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如果能够让同事也分担到你部分的职责 并且让他分担到一部分的这个成绩 就相当于把你自己身上的成绩 主动的烂给同事的话 那么你更容易跟同事间搞好关系 关于这个我给一个自己的观点 王琪 我有一点稍微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我深层分析这个事情 老板觉得当然你的能力是很好 但是同事觉得你有问题 包括他们做的那些做法 我认为这些同事整个营造的一个工作环境 是非常不好的 而这些同事又是你领导的下属 那代表这个领导的用人和选人有问题 所以你跟着这样的领导发展下去呢 可能是有问题的 而你真正的能力又具备 所以如果我作为一个建议啊 我建议你还要慎重地选择你未来的发展 因为主要是跟对领导 所以我建议你跳槽 来 三位专家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志敏 这是一道很常见的 测试你职场中程度的一道情景题 其实在每一家企业都没有绝对的公平 你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他审题非常快 他一眼就看到了老板看好我 志敏是个很阳光很向上的孩子 他应该能很好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当时我也是内心 也是对他这样的一个肯定 因为他的阳光啊 表达能力啊 和这种很有演员的这种个人魅力 还是挺吸引人家的 这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吕志敏刚才说 他说他不光是做与财务相关的 他是有取向的 是要做与投资金融相关 对 主要是偏那个方向 投融资 那你肯定是有一项企业的 哪个是你的一项企业 其实熊九是 熊九 就那不正经的 还有哪个 火星时代教育吧 火星时代教育也有 是有投融资业务的 是吧 有啊 为什么想要投融资呢 能不能讲讲 为什么 你很想听 因为就是也考取过相关的会计证嘛 做关于会计方面的工作 我打多一下你考没考那证券 对啊 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没让我问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参加过 我们学校的证券投资工作室 跟老师也学过一段期间 就是关于股票投资方面 有一点点浅膜的认识 不是 这个证 你要考证的 这需要从业资格证 但是我认为我不适合炒股 我现在就是知道一点东西之后 在进行模拟大赛的时候 我就选什么什么敌 不是 你干嘛要干这个干嘛 你要往这方面发展 你现在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走 你先说 因为我认为就是会计方面的 就是那种实验我也做过 我觉得做账很枯燥 很枯燥 觉得这有点意思 我喜欢做一些就是 到一定层次之后 能够对公司的决策 或者是预算什么的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 为什么不去考这儿 因为当时是想考研 通过考研提高自己的 一个学历水平 然后又想在考研期间 把CPA考下来 所以就没来得及考 对 头发也没得脚了 已经脚那么短了 对 但你以后会考吗 如果要是从事相关工作 我会考 那如果说今天 因为你没有这儿 有这个方向的公司不招你 你愿不愿意做 与财务相关的基础工作 愿意 也愿意 我特别想问一下三位 像他这种性格 特别活跃 跳跃的人 适合做财务啊 他性格活跃 没毛病 你看他填这个表 完全就是一个 一手财务的字 他就适合做财务 是 态度认真就行了 我觉得他可以做财务 还有一个 我想劝各位老板 就放过这宝宝吧 他才是个实习生 对 他是实习 两百一天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去尝试一下 也许就是一块普遇呢 对 来 选择吧 第二轮选择 去货流 我天哪 这么多人 就一个显灯 灭了一个 又是一个新生队 实战灯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从立浩言开始 在我们这里边呢 可以做两家公司的这个财务 这两家公司都是融资建议的 行帅 我们行刷教育 能给到你的职务 是会计课程的助教 工作地点在广州 慢慢需要一个 在财务方面的这个人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公司 而且你的这种性格 我觉得挺好的 很欣赏 谢谢 火星时代教育呢 正好有两个职位 一个是在北京总部 我们财务经理 现在正好缺一个助理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想在 纯粹会计的方面发展的话 因为我们南京也有分公司 上海也有分公司 你也可以选择 谢谢黄总 吉米科技提供给你的职位 是进入吉米的财务部 跟着我们一起 开展融资投资方面的业务 谢谢庄总 我觉得多点科技非常适合你 多点已经是在 新三板完成了上市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财务部 和证券部得到非常多的 锻炼的经验 谢谢黄总 这边能给你的是财务部的 一个助理的岗位 那么后期会往 这个培训类型的岗 去给你转一下 好 谢谢 然后觉得我们财务会计 这块有十几个人 所以还是比较缺 类似于像你这种 这个储备性的人才 所以我们熊久资本的 投资事业部的财务 也可以 会计的岗位也可以 谢谢 给你提供的岗位 也是我们的财务招员 然后工作地点是北京 我们管吃也管住 谢谢 十盏灭八盏留两盏 去吧 谢谢厉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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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嗯 有请张晴明 王岐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两百四一件 三百一件 来 就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 我要是真正的 就是以后在我们公司工作的话 整个的发展方向 是什么样的 这个财务往上面进行 肯定是财务主管 财务经理吧 然后项目负责人 嗯 来 王岐 嗯 其实一样的 财务都有它标准的路线了 嗯 从财务的助理可以发展到 专业的会计港 也可以往财务经理方面发展 也可以做相关的 投融资的财务的相关的工作 嗯 好吧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超过于三百一天 三百六 三百六 有没有超过三百六一天 四百 谁说四百 好 两个土 把九盏灯给灭了 好 来 为什么说 我觉得他是挺有潜力 做一个 呃 这个网络老师的 网络老师 对 就在线老师 在线快乐老师 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他的发展方向 对 我觉得没必要 非得去做一个特别严谨的事 好任性啊 你的心格是特别火热的 嗯 来 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行帅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你的答案是 谢谢刑总 为什么 不代替 我因为刚刚开始步入职场 我还是想经历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 或者是适合从事相关的工作 不为前所动 来 再考虑十秒 在他们俩当中 就是最后的选择 火星时代教育 熊九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在我两年半的业务生涯里 向13万7千人 推荐过我的产品 至少有1万600个人 买过我的产品 又见业绩热的货 如何从消灌跌落谷底 去那个农村的时候 我去了一位老奶奶家里呢 今天你都体验 这个就送你了 小贵人都问一下 那产品是什么吧 贡送品啊 老奶奶用 对啊 他需要吗 你送的东西是他所需要的吗 对 他没有挑选的 没有挑选的 这份工作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们还问什么呢 他就是用满力和亲和力 善良就可以销 他确实没有销售技巧 来 再考虑10秒 在他们俩当中 就是最后的选择 火星时代教育 熊九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火星时代教育 恭喜你开门红 我认为能给自己打个80分 首先还是找到了工作 然后其次就是 把自己给表现出去了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 然后自己勇敢地迈出了 第一步 我认为未来能够发展得更好 你还能够发展得更好 可怕